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高 大家知道我后面的这一片是哪里吗 这里是荣桂海滩 相信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荣桂有海滩吧 我也是之前在头条上看到有人说荣桂有个海滩 然后今天就找过来 这里的话很多人在这里钓鱼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钓鱼而且有很多的一些货能从这里经过 现在就给大家拍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朋友来过这里的 看一下这一块的水很清澈的 看到没有 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钓鱼 这个水真的很轻很轻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真的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 水就是清澈健康的 这上面就是一个桥 这个桥可能是德胜桥吧 这个海滩刚好就是在马路边上了 这里也停了蛮多车的 哇 又有人来这里钓鱼的 来 等一下 这里钓鱼还真是挺不错的 这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 外环路这边的 也很近的 如果喜欢 钓鱼的朋友可以来这边 钓鱼的哈 好大的鱼都死了 这个鱼 好大一条鱼 死掉了 哇 这边也有一条 你说好大一条也死掉了 哇 看来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大鱼的呀 哇 来这里钓鱼真的是不错啊 可以吧 看海的话也不用去珠海 也不用去深圳啊 在荣贵这里就有一片海滩嘛 看一下 这个海滩上面 来来往往的船只啊 这个是木沙子的 这个货楼 看一下 这个这里还有一个小游艇 哇 这个海滩上也真的挺热闹的呀 看一下 看看 这个上面好多船只来来往往的呀 哦 要是钓鱼呀 想要看海就来这里就行了 看来 看来这里又有一个 人来这里钓鱼了 看一下 看 这里还有一个高铁从这里通过 看到没有 这个水好清澈啊 看看 清澈见底的呀 有朋友知道那个船上的那个笼胎是干什么的吗 这个船上钉了好多笼胎 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看一下 这个船挺大的 噶 肯定的呀 看一下 每秒方面好多沙子啊 0